新郎官都跑了 他还待在刘家干什么呀 凭我对如玉的了解 他不会轻易离开刘家 因为他非常清楚 只要他离开 整个西川 将会变成一个战场 一个女儿 他会想那么多 别人或许不会 但如玉一定会 这么说吧 他太善良了 正是因为这种善良 他才不得已嫁给刘文昭 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他更不是想当刘家的少奶奶 他是不想再看到打仗 老爷 老爷 三叔家有什么消息 少爷 那二小姐亲自来安逸了 听说是要接大小姐回去呢 人走了 二小姐走了 我问的你是大小姐 大小姐啊 大小姐可没走 大小姐还说了 既然进了刘家的门 人家就没有回去的道理 还说生是刘家人 死是刘家鬼 你他娘娘要敢胡说八道 老子再把你送回窑子去 你娘说的没错 这就是金如玉 好丫头啊 是个好丫头 也是个傻丫头 刘文昭这个龟儿子 这辈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媳妇嘛 爹 我姐她执意要留在他们家 那是怕咱们撕破脸皮 她呀 真把自己当人家人质了 现在晓得啥子是天使了吧 天使 就是傻瓜 只有傻瓜才能当天使 丫头 去找 把金家寨能派的人全派出去 一定要找到刘文昭这个龟儿子 不得让你姐姐当活寡妇子 怎么样 没找到丫头啊 没有 跳的还是到处找的 奇怪了 上哪儿去了这是 她会不会已经离开扔柱了 不可能 我跟她说好了 我们俩不见不散 她不可能自己走 文昭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容丫头咱一直找不到 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啊 一年找不着等一年 十年找不着我等十年 我怕你没命等了 什么意思啊 今天下午市场专门派人来 传达了你老爷子的命令 不择一切手段 找到刘文昭 如果她拒绝 当场击毙 毫不留情 文昭 我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回安逸啊 回去干嘛去 跟那个 跟那金如小姐 你们俩生活在一起啊 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再说了感情这东西 又不是辣椒面 我想玩哪儿撒 就玩哪儿撒 不管伤害谁 都在所不惜 对吧 那我 我没这么说呀 我伤害谁了 你爸 郡总 如果不是那个小兔崽子的消息 什么消息我都不想听 是 是 是少奶奶 少奶奶怎么了 少奶奶让我和君座商量 为了照顾夫人方便 她想战事搬到 您和夫人的院子去 问您是否同意 她是不想在新房里住了 君座 少奶奶是个难得的好女子 她不离开刘家 是在帮咱们的大忙啊 人家不离开刘家 咱也不能舔着脸 强留着人家呀 这个小兔崽子要是不回来 就让人家在刘家 当一辈子活寡妇吗 如月 爹 有事啊 如月啊 服侍夫人的事情 让别人去做吧 你去收拾一下 我送你回荆家寨 车我已经准备好了 爹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没做错什么 要说错的话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应该强行 接生这回亲事 让你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爹 别帮我叫爹了 我不配当你的爹 爹 您千万别这么说 真的 刘家 没这个福分哪 是我们刘家对不起你 是 文昭少爷不爱我 硬把我们捆在一起 这都不怪他了 您就别再怪他了好吗 你不要再替这个畜生说话了 爹 他不是人 他连畜生都不如 爹 您别生气了 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说实话 爹 我真的讨厌 没完没了的打仗 讨厌血雨腥风的日子 我知道 如果我走了 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我 subs文费 再莫义 再没关系 莫义 你不是真心喜欢文昭啊 你也不是真心实意地 想做刘家的 少奶奶是吗 你只是不想打仗 啊 弟兄们 我宣布一件事情 从今以后 如玉小姐就是我们刘家的大小姐 就是我刘吉祥的琴声闺女 第二件事情 今后无论是谁 在什么地方 只要见到刘文昭这个兔崽子 不用请示就地请绝 谁要是手下刘晴 我绝不惊扰他 全体都有了 立正 向如玉小姐 我先迟一圣子 这次过来 有什么东西 伦谱 原告 两个人 有什么东西 我没说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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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金如玉 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安怡 留在了刘家 使得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乱 得到了暂时的环节 也使得刘忠义 推倒旧奖盖心房的计划 又一次成了梦幻 人们在敬重金家大小姐的同时 对刘文昭的恨 已经达到了顶点 去特务营等我 对刘文昭的 这不是金二小姐吗 二小姐 她就是陆同岛 是刘三帕的朋友 二小姐来此事 我等你很长时间了 二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说 刘文昭在哪儿 我们也正在找她呢 刘文昭在哪儿 你傻子给我装我作样的 如果说这事上有谁知道 他刘三帕躲在哪个老鼠窟窿里 恐怕非你陆团长恶鼠了吧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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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上个月的黄历 他不是你好朋友 好兄弟吗 我说错了吗 没错 他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 好兄弟 好兄弟 二小姐 你说的是上个月的黄历 不瞒你说 现在我是奉军座的命令 寻找刘文昭 一旦抓住就地处决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你信也罢不信也罢 我是刚刚接到命令 送安逸赶回来的 故意才信你的话 说 刘文昭在哪儿 二小姐 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 一定要告诉我 一旦抓住刘文昭 我一定在军座面前为你庆功 学会油嘴滑舌了 跟刘文昭学的吧 信不信 一枪崩的 我信 可是二小姐 你就算打死我 我现在也不知道 刘文昭在哪儿啊 好 那我就先帮着你 然后再去找刘文昭 你看看什么 把枪放下 放下 放下 给我 把它放下 二小姐 对不起 我不是诚心得罪你的 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刘文昭在哪儿 没错 我跟刘文昭以前是好朋友 好兄弟 为了他我违犯军纪军规 差点把命都搭上 可是是他呢 他为了个女的 他自己跑了 你知道吗 按照军规 我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我这命是捡回来的 你说 为了那个混蛋 我能放弃我的上校军衔吗 为了那个混蛋 我能辜负军座对我的信任吗 那你说刘文昭是不是在荣渡 刘文昭肯定在荣渡 据我了解 他还没有找到花想荣 在这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荣渡的 那你有把握找到他吗 十成我不敢说 六成是肯定有的 好 我在这陪你 咱们俩一起找 二小姐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想啊 你有你的眼线 刘文昭也有刘文昭的眼线 如果他发现咱俩在一起 你觉得他会现身来找我吗 好 我姑且相信你 三天之后你给我抓住刘文昭 抓住以后 不许立敌处决 不许带回安逸 要交给我 交给你 对 我要活的刘文昭 不要死的刘三胖 走 如玉 智杭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如玉 我有话要和你说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还等着给我娘煎药呢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走 我真的要回去了 走吧如玉 跟我走 这是哪儿啊 别说话 等我一下 是哪儿啊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上这个红盖啊 若云 刘文昭不会再回来了 我愿意放弃我的所有 嫁给我吧 张哥 谢谢你 说真的 这也是我梦想中的婚礼 但是只好可 我是刘文昭明媚正娶的太太 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结束了 是 如玉 我不在乎你们借过魂 刘文昭她是不会再回来了 你我都清楚 你为什么不能放掉这一切 从头开始呢 张哥 你觉得我能吗 如玉 你打算在三叔家待一辈子吗 那也是我的家 你知道三叔 他为什么把你强留在家里吗 你以为他真的是认你为亲闺女吗 他一直把你当做人质 我爹让我回去 是我自己不回去的 我一定要留在刘家 如玉 你不要再傻了 三叔留着你 那是因为你还有用处 你当一天的人质 你爹就得多当一天的傀儡 你知不知道 直行哥 我说过了 我要走的话随时可以离开 我爹让我走是我自己不离开 如玉 那都是骗你的话 只要你前脚出门 他就会置你于死地 直行哥 我要回去了 我娘还等着我吃药呢 如玉 你宁愿当霍寡妇 也不愿跟我过恩爱幸福的生活吗 直行哥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 谁不想过恩爱的生活呢 但我金如玉没这个福分 如玉 我今天是不会放你走的 如玉 你知道吗 我等待今儿点 等待很久了 如玉 我是爱你的 你知道我等待这天 等待很久了 如玉 不要打碎我们仅存的美好 我都等待在哪儿了 是 作词 大爷爷爷 少奶奶好 你好 你过来 少奶奶刚才去什么地方了 少奶奶去给傅咱买油了 买药 俊作 少奶奶出去了 一个人出去了 那也怎么样 俊作 我说过要限制少奶奶的自由吗 俊作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有些奇怪 奇怪什么 少奶奶说是去买药 可回来的时候 两手却空空的 而且神情也不太自然 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说少奶奶后悔了 不想在刘家待下去了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何何 少奶奶是自由的人 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她就是想回金家寨 我们也没有权利阻止她 可是俊作 金家寨到现在 之所以还能保持克制 她就是因为大小姐她 我再说一遍 如玉是我的女儿 不是刘家的人质 老爷好 好点了吧 多亏嫂奶奶 不 多亏大小姐精心照顾 细算 按摩 为范围油 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 如玉呢 出去了 上哪儿了 大小姐说 为夫人买的油 可能丢在油铺了 她就招回来 好 老爷 文昭有消息了吗 死了 老爷 你别这么咒她行不行啊 她毕竟是我们的儿子呀 我没这个儿子 老爷 我求求你了 咱三个儿子 就剩她一个了 就算她有天大的错 你不要这么咒她呀 死了一个混账儿子 换了一个好姑娘 你还不知足啊 你好好养伤 其他事就不要再混 胡思乱想了 老爷 老爷 我要去刘家祠堂 不批准 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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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e 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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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想好了一会儿啊就这么着 你们把我给绑着送回安逸去 你没事吧你 我说的是真的 我实在是太烦了 我在这儿待了半个多月了 你说这每天我也出不了门 靠你们兄弟哥几个呢 这么天天照顾着我 而且容丫头半个多月都没信 这 我得让她想办法呀重见天日 这么说你是为了容丫头 是啊 我想过了 哎 只有啊把我绑着送回安逸去 那老爷子呢 才能撤回 对容丫头的这个抓捕令 这容丫头是明觉 不能老不出来唱戏 我想好了回去以后呢 我再想办法出来 你别做梦了你 晚了 什么意思 想不想听听老爷子第二个命令啊 什么命令 所有川军 无论是谁 无论在哪儿 只要发现刘文昭这个兔崽子 原话啊 就地出绝 不用请示 没骗我吧 老爷子现在已经认那个金如玉 是自己的女儿了 你在老爷子眼里就是一个死人 无论在哪儿 无论是谁 只要发现我就地处决 不用请示 你没骗我吧 还有更精彩的呢 金老大知道吗 已经派出好几千号人 部下天罗地网在等着你呢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金二小姐 坐镇荣度 金香玉也来了 反正啊 你现在是缴械投降 也没机会了 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让你跟着路通拿吗 姐我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你把人给我跟丢了 二姐 那个姓路的 是个狗鼻子 凌得很啊 我们已经十分隐秘了 可 可还是被她玩出味儿来了 在哪儿跟丢的 容独其交 走 报告 陈总 发现了可疑的人 肯定是冲着凉云长海的 是有投影的人 天太黑了看不清楚 不行 这地儿不安全了 文昭 挪挪吧 哪挪呀 我看算了吧 我让他们抓走得了 说实话 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兄弟了 那不怪你 是我交友不善 这 不管你怎么说吧 反正啊 这 反正记住了啊 万一会有个三成两短的话 你们替我照顾容丫头 我告诉你刘文昭 你以为我真舍不得你啊 以前我都听你的 打今儿提你全得听我的 闻我 阿小姐 人就是在这儿跟刘的 我琢磨着刘三胖 他应该就躲在这一带 他还真会躲啊 这地方鱼龙混杂 乱七八糟 什么人都有 嗯 阿小姐 我们现在调集人手 挨门挨户地查 哼 不信找不到他 不行 刘三胖这个人 我在战场跟你打过交道 他带一个营 都能让我找不到他 更好看他一个人 那怎么办 他要悄悄地躲 咱们就悄悄地找 千万不要搞出大动静 以免打草惊蛇 不是 玩哪儿挪啊 出去就是个死 就得被他们抓着 玩哪儿挪 你听我说 我东郊有个朋友 是我老乡 做买卖的 他那儿应该安全点 那还说什么 赶紧撤呗 那走吧 等等 熄灯睡觉 让他们在外边 多转悠一会儿 我睡得着管我 跳走 你在门口等着 你去这儿怎么得了 他roph绐子 你把他宁舍交给 你去死你了 使命 好 现在 你什么时候 都在了 你为什么会 你双臣 每个人都在 我最好 野料 她能把他担心 做个麻烦 组织 别碗了 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上到的 好 来 坐 来 川军中发生的事情 组织上已经知道了 所以特地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怎么样 刘文昭的事情 对你们的工作影响大吗 影响倒是有的 我原本想把刘文昭 发展成为咱们的同志 因为他在川军中的特殊地位 能完成很多工作 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刘文昭的身份特殊 如果把他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 对工作当然有好处 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的特殊身份 反而成了禁锅他的锁链 成了他的威胁 那组织上是怎么决定的 刘文昭知道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吗 还不知道 是否把他转移到东郊来 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换一换换一换 都拿下去拿下去 这都什么样子了这都 这盆啊 把这盆给我换 少爷 您回来了 对了 老爷找您呢 您收集吧 老爷找您有急事 您可以 少爷 少爷老 老 凤凰落驾 虎落平阳 你也有这时候啊 怎么 又受你三叔的气了 爹 让我安静会儿行不行 该不是又去找金如玉了吧 别怪你爹没有提醒你 大丈夫纵红天下 最忌讳的就是儿女秦城 拉倒吧你 当年要不是您天天往迎春楼跑 也不至于丢了西川王的位子 没错 当年你爹的教训 正是你今天最应该铭记的 听爹的话 振作起来 我们马上就要东山再起 出人头地了 行了吧 别做你的白日梦了 男子汉大丈夫 连白日梦都不敢做 那还叫男人吗 你先看看这个 你先看看这个 蒋朱正 老蒋老蒋派人送来的 他答应派兵入川 协助我们收复失地 重新登上西川王的宝座 不 儿子 当心天下 虽说是诸侯歌剧 也不难分清强弱呀 放眼中国 最不合小觑的就是这位蒋先生啊 一直对天府之国虎视眈眈啊 总想伸进一只手来捞点油水 可是你三叔呢 不敢给他这个面子 于是他急了 决定要给你三叔点颜色看看 这下咱们的机会来了 爹啊 蒋先生确实不容小觑 不过蒋军入川 您不怕成了傀儡 是你放心 老蒋聪明 你爹也不傻呀 鸡灵狗碎的可以捞点 想满载而归 门也没有 好了我们先不说老蒋 还是说说咱们眼皮子底下的事 我明白爹爹的意思啊 三叔拥兵数十万 再加上金家寨数十万的虎狼之师 即使由蒋军入川相助 凭咱们现在的势力 也很难撼动 三叔西川王的宝座 如果我们能和金老大携手联盟 那西川的局面就马上可以改变 只要别打如玉姑娘的主意 您怎么做都行 我承认如玉是个好姑娘 可她现在是你三叔手里的一个保护伞 如果把她拉过来为我们所用的 那爹何尝不希望桃子果子一起摘 两全其美 你办不到吗 既然不能两全其美 那就要狠下一条心 杀了如玉 假货三叔 你跟踪少奶奶呢 不是跟踪 是保护 君总 少奶奶 现在可是西川的令海深圳哪 我担心有人在她身上打主意 少奶奶去为夫人买药 可药却丢了 而丢的药恰恰在刘志航的手里 您不觉得这太操桥了吗 这事不要跟任何人讲 少奶奶如果和刘志航暗中真的有往来 报告 好 进来 陈副官 金寨主派人送来一封信 人呢 送到门口就回去了 去吧 是 再过七天 是金寨主的生日 心中说让少奶奶回去一趟 给她父亲过寿 君总 这会不会是阴谋啊 什么阴谋啊 你哪那么多心眼 父亲过寿 儿女不应该回去吗 你去给我备两份厚礼 一份 是少奶奶的 一份是我和夫人的 是 回来 荣渡那边 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 这个兔崽子 几天了 已经三天了 是 陆通达还没动静呢 是啊 二小姐 我觉得陆通达的话不可信 你想 她是刘三帕的朋友 能和咱一条心 好办 天黑之前没动静 就宰了她 是 二小姐在吗 走 二小姐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陆团长还挺准时 刘三帕呢 没找到 什么 陆通达 你别跟刘三帕一样 敬酒不吃吃罚酒 二小姐是不是一直派人跟着我呢 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好 二小姐我告诉你 我的人已经查出 刘文招在西郊 我准备去见她 可是你的人像影子一样跟着我 你知道吗 为了把刘文招找出来 我自己的人我都不带 你让我去哪儿找她去 不管怎么说 三天期限一到 你必须交出来来 好啊 那就请二小姐拿我回去交差吧 你 你 你威胁我 唐总 说 发现零文长了 在哪儿呢 西郊坟长 黑风 召集所有弟兄 是 喂 我是黑风 陆同达的人 已经发现零三帕了 刘文招呢 报告团座 刘文长跑了 跑了 跑了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这帮废物 枪都是出宿的 团座有命令 见了刘文长 只能活捉 不能击毙 这不是我的命令啊 这是你的命令啊 要活到刘三帕 不要死刘文招 陆团长 你不是在这儿骗我们吧 帮助她逃跑 二小姐 我相信我的兄弟们 你相信他们 我们相信你吗 二小姐 你知道这里边埋的谁吗 花如风 她是我和刘文招的同学 朋友 兄弟 而且是花下人的亲哥哥 你什么意思啊 刘三帕这些天 一直待在这坟边上 李老板 您现在知道我的事了吧 我现在等于是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我简直就是一个众师之地 您看 您呢是老陆的朋友 那肯定也是我刘文招的朋友 我人是喜欢交朋友 但是我不能连累朋友 是不是 文招少爷 您坦荡直率 危机关头先为他人着想 逼人十分钦佩 我是个生意人 行走江湖讲就是一个义词 您这位朋友 我交定了 李老板 可是我现在吧 我现在实在是 君子坦荡荡 小人唱齐齐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棒